有松明护士的声音 你,看不看得到他的好运? 看不看得到他的好运? Can you see? 暖男兴不凡 血迷子 二十四孝爸爸 淑灵勇士 信心为人 打开圣经 学做女人 学会欣赏你身边的 爸爸 老公 哥哥 弟弟 叔叔 教会大兄 刘牧丝 苏眉 强势回归 学做女人衣 看见他的好 看见他好 苏眉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次逃经西环的东边街 即是人称长命车 刘牧丝你是屯门区的街坊 请问你有没有去过西环 有没有亲眼目睹过这双人의长命车 有 真的很难 当时我十几岁 都呼吹 constrained 走alu 突然之间听到一声就问 妹妹 可不可以幫一下婆婆呀 我轉身一看 真是一位婆婆 她站在一幢大廈的前面 她看上去是一臉無助的 原來她是沒有力踩上那一級樓梯 可能屯門區或新界區的朋友未必會知道 其實在中西區很多的堂樓或舊樓 門前真的有一個梯級 等於平時的兩級左右 所以婆婆真的沒有能力踩上去 所以有家貴不得 她就一直站在那裡等待經過的好心人 就可以幫她扶一扶起她 於是我就從後扶著她的腰 踏上一級打開這個大廈的閘門 我就看著婆婆進去我就走了 做得好 謝謝 回到家之後 我都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以為我媽媽會讚我 真的乖 真的善良 怎知道我媽媽說 萬一她是碰瓷黨 那你怎麼辦 趁機說你弄傷她的腰 然後敲炸你 那你怎麼辦 如果她全心欺騙你 那你豈不是很倒霉 很黑仔 也是 今天想起人生沒有太多的如果 但如果同樣的事情再一次發生 我想我都會選擇幫忙 我相信林牧師其實你都會 做得好 兩千年前都有一個男人 好像蘇薇一樣 逛逛逛逛逛 突然之間被人叫著 做什麼事呢 原來她要幫一個犯人 揹著一個刑具 十字架 走一條很斜很斜的苦路 當年十幾歲的蘇薇 我可以選擇我抱不抱過阿婆 我可以轉身走 不過這個男人是沒得選擇的 他是勉強被強迫 一定要揹起這個刑具 今集的男主角已經來到第十一集 教會歷史上聽清楚 教會歷史上 第一個為耶穌背起十字架的人 究竟是誰呢 猜你來人西門 猜不到就是猜你來人西門 在整本聖經裡面 其實這個人的名字 只是出現過三次這麼多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二節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節 還有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節 去到第十一集 我們又向難度挑戰 即是Do Re Mi 一二三三節經文 就可以發掘到這個男人有多好 是不是可以的 可以的 究竟這個古利內人西門 有些甚麼值得我們這幫姐妹 去欣賞和學習呢 梁牧師 你都說有三段聖經記載過他 不如你就先簡單單單的讀一次給大家聽 我先讀這個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二節 他們出來的時候 遇見一個古利內人 名叫西門 就勉強他和他 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我讀三十三節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葛葛他 意思就是獨留地 這個就是馬太福音的記載 第二節的經文 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節 有一個古利內人西門 就是阿力山大和老夫的父親 從鄉下來經過那地方 他們就勉強他和他 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第三節經文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節 帶耶穌去的時候 有一個古利內人西門 從鄉下來 他們就抓住他 把十字架割在他身上 叫他背著跟隨耶穌 三節經文 第四節都沒有了 加上三十三節馬太福音都OK 背十字架去到哪裡 就是去到葛葛他 獨留地 簡單說一說 當時發生這件事的背景 好嗎? 今集我們說的男主角 是古利內人西門 我們都知道 古利內其實是什麼地方 不知道 古利內其實是 在非洲北部一座大城市 在耶穌的時代 其實有很多猶太人住在那裡 我舉手問一問 剛才我讀其中兩節經文 都是說從鄉下來 從鄉下來 那究竟是否一個鄉村 去到一個大城市 其實鄉下來的意思是 他在那裡住了很久 甚至是他的先祖都在那裡住 所以他是來自那個地方 在《司徒行傳》裡面 第二章和第六章都有記載 有很多人是從古利內 來到耶路撒冷的 當日西門就來到耶路撒冷 首如月節 不過不經意 就被人抓了去 代主耶穌背負十字架 又跟著主耶穌去到獨留地 其實都真是幾倒楣的 因為在《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二節 當時是形容西門四個字 勉強同去的 如果依照當時羅馬人的規例 你知道當時猶太人在以色列的地方 當時叫巴勒斯坦 是羅馬人統治的 按他們的規矩 就是一個被判定十字架的死囚 就要背負自己的十字架 去到刑場就是獨留地 當然他當時背那個十字架 就不是一橫一動都是他背的 動那條就已經放在刑場那裡 而主要背就是那個橫竿 去到的時候就會把那個橫竿 就釘那個犯人 還有釘在那個打凍的糧裡面 當日彼拉多就把耶穌交給那些人 那些人就把他帶走 叫耶穌背那條橫糧去受死 不過你也知道耶穌被人捉過之後 遭受什麼 邊打又遭受虎代 受盡折磨 根皮力盡 沒有可能負荷到這個打橫這麼重的刑具 那耶穌抬不起 都不是意外 在那時候羅馬兵丁 強征一個人來幫忙 也是很平常的事 這麼巧 真的這麼巧 西門就在那裡經過 就被兵丁揮著 就強迫他做這個替工 將耶穌要背那個十字架 放在肩頭上 那他就要揹著 跟著耶穌向前行 所以就因為這個這麼巧 我剛才不是說勉強同去嗎 我想釐清一件事 就是剛才劉牧斯講到 揹著一條的橫糧 不是一動一橫 我們平時看電影 或者看一些圖畫 你是見到耶穌揹著十字架 一動一橫的 但多謝剛才劉牧斯補充的資料 當時在這個獨留地的時候 本身已經是納了一條的木 所以犯人只需要揹一條 打橫的糧 那就可以了 但你不要以為 揹一條很輕 其實揹一條都是很重的 所以就有一個 被人喊著的西門 就要幫耶穌基督 去揹著這一條的橫糧 不如我們代入古利奈人西門 當時那種心情 明明是由古利奈去耶路撒冷 打算過節 過如月節 純粹出於好奇 看看會不會是誰 誰在揹著 看看的時候被人捉著 你猜一下他當時的心情 他的感受和處境是怎樣 其實很特別 聖經裡面 三件福音書都最熟 讓我們知道 為何會捉到他出來 因為他都是圍觀的群眾 被迫背著耶穌十字架 曾經有一幅畫作 就是荷蘭當代的畫家 羅德曼 他畫了一幅畫 叫古利奈人西門 他描繪了西門 很艱辛的 背負了很大的十字架 他當時的眼神流露出很沉鬱 加上情感上好像有很大的重擔 有機會我們都應該上網看看這幅畫 沉重的負擔 是啊 你想想作為西門 他不是想揹這個十字架 他是很無奈 無可奈何 好像你先頭說 是勉強的 因為兵兵揹著他 然後把十字架放在他的肩頭上 抓住他 如果路加夫說 他們就抓住他 即是西門 這隻兵兵是用威嚇的手段 強迫人服役 不是客氣的 請你幫我抬一抬 所以西門是被迫 勉強的 我們都不難想像他的心情 走就走不掉 天擺在你肩頭上 又不能抗拒 你想想你會怎樣 今天真是很黑 倒霉 在中一個渠奇之下 你要承擔罪犯的痛苦和羞辱 所以他應該覺得很無辜 他很可能都在怨恨耶穌 要他揹大套苦水 都不定 即是在後面揹著他的背 我想像一下 一個清白之人 明明犯罪的人都不是我 好人好仔 我們中國人很忌諱這些 我都沒有犯事 但我今天要揹起犯人的刑具 還有一開始我們說 這個古利諾人西門 是去耶路撒冷過如月節的 如月節很講求兩個字 結不結症 如果我揹到 雖然耶穌當時還沒死 我揹到一些血淋淋的東西 回去洗澡又換衣服 又去隔離 其實是破壞了整個行程 而最重要的就是累 體力勞動 那條還糧 還沒撐過 但都知道應該很重 這個都是不排除他有這樣的看法 另外一方面可能他看到 很多人圍觀都在說 耶穌受到不公義的審判過程 最後被處決 很可能他都在想 算了 都幫一下他 這麼辛苦 你的幫忙都可能有些意思 都不定 出於同情 我們大家都有測忍之心 看電影都有見過 看幅畫都有見過 耶穌當時真的被人打到片體鱗傷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對比 我估計這個西門和我們之前查考的 瑞利獎 薩蓋是不同的 薩蓋真的刻意去看耶穌 就是粉絲的角度 但這個西門真的剛好路過出於好奇 但是就算他不認識耶穌 或者輕輕聽過他的事跡 當你見到一個人被人打到這樣 你的心情你怎麼都會難受 除非你很討厭他 幸再樂禍 但是應該正常人都應該會 我不知道 劉牧師你會怎麼看 如果耶穌遍體鱗傷在你面前 我想 我也不想揹那個十字架很重 不是我的 雖然很欲酸 每個人都看著我揹 不過我見到前面那個耶穌 遍體鱗傷 血淋淋 而且都聽過他做過些什麼都不定 或者沒聽過 不知是他過來過節 但是 在這個環境裡 第一口試才說 很可憐 算了 幫一下他 少少而已 雖然很重 都幫他 都不定 這個是我們 推測 我們只能夠推測 所以真是我們回到幾千年前的那一天 你嘗試幻想一下當時的畫面 耶穌就在前面 在這個西門的前面 背對著西門 但是呢 中間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耶穌說了一大堆的話 已經很辛苦的時候 還說了一大堆的話 當西門後來 見到耶穌 轉身 和周圍的婦女 講說話的時候 你覺得他當時有什麼感想呢 蘇薇 你不如讀一讀 那段經文 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或者二十六節開始讀好嗎 讀到三十一節 都很長 大家聽一下 二十六節開始 帶耶穌去的時候 有一個鼓勵內人西門 從鄉下來 他們就抓住他 把十字格割在他身上 叫他背著跟隨耶穌 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 內中有好些婦女 婦女們為他好挑痛哭 耶穌轉身對他們說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 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 因為日子要道 人必說不生育的 和未曾懷胎的 未曾羽養嬰孩的有福了 那時 人要向大山雪倒在我們身上 向小山雪遮蓋我們 第三十一節 這些事既行在有執水的樹上 那枯乾的樹將來怎麽樣呢 在這幾節經文裏面 路加福音特別提到婦女跟著耶穌 除了被勉強為耶穌背十字架的 鼓勵內人西門之外 耶穌的門徒已經沒有人跟著他 四山了已經 縱言經文描述有很多百姓跟著耶穌 剛才你讀了聖經 27節裏面說 不過根據路加福音23章35節的記載 其實這些百姓只有看東西 只是看 對 站在那裡觀看 是 雖然是這樣 蘇薇 這幫人或者只是心懷意義地等 等下 究竟有沒有什麽神跡從耶穌而來呢 耶穌可以脫遣也不定 對耶穌來說 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一幫婦女 跟著她 作耶穌最後的陪伴者 給耶穌一個很大的安慰 在這個過程裏面 西門可能覺得很驚訝 耶穌都沒有為自己遭遇 說些什麽悲良的說話 相反 她安慰這些婦女 不要哭 反而要為耶路撒冷的女子 和他們所生的兒女而哭 對於耶穌來說 她的死是會帶來末世的審判 即是說是對雅各國之派定罪 使得耶路撒冷的聖殿 再次陷入外邦人的手中 對於當時這個古里奈人西門 她都是一個猶太人 當然我們現在看這一段經文 你都不知道她說什麽 但如果是一個猶太人 其實你都會幾稀奇 你都快要死 你都快要遍體能傷 為什麽還說一大堆 不太明白的事呢 很多時候聖經裡面記載一些事件 她都跟舊約聖經有關的 聽眾朋友可以看耶利米書九章 十七至十九節 另外我們說耶路撒冷被毀 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 耶路撒冷被毀 巴比倫來到將聖殿都毀滅 是 當時生靈淘炭 所以說不生育的 沒有懷胎的 可以不需要經歷與自己的兒女 有分別的時刻 可見耶穌的犧牲 耶穌在做一個預告 猶太人還緊 帶來的 就是上帝對他們的審判 走如昔日一樣 而這個審判 不單止發生在耶利米時代 同樣發生在河西亞時代 所以路加福音就引用河西亞書 第十章第八節的經文 我們又看一看 就是剛才也有讀到的 他們要向大山雪遮抗我們 向小山雪倒在我們身上 這個就是河西亞書十章八節的經文 這裡其實同時是說明 猶太人拜偶像 利器耶穌華的拯救 就會受到可怕的審判 當十字架這件事 臨到耶穌身上 所以這裡說有汁水的樹 其實就說耶穌了 可以相信的是 那些更可怕的末日審判 將會臨到猶太人身上 這裡耶穌形容他們是什麼 嘩 枯乾的樹 對 所以耶穌不是把悲傷放在自己身上 因為那個更加可怕 會臨到背叛神的人身上 即是一些敵對耶穌 或者擁耶穌去死的人 對 所以當女子們 父女們 為耶穌行刑悲鳴的時候 原來大災禍和審判 已經要臨到 迫白耶穌的人身上 西門可能都想到 咦 這些歷史 經常都是重演的 過去都是 現在都是 因為歷史上 都被西門知道 當那些公義的人被迫白 伸張正義的上帝 就會將審判 帶到這些不義的人身上 就叫異人 不會枉然受苦 西門揹揹一下 他看見耶穌 轉身 跟那些婦女說這一段的預言 其實他的心情 或者他的想法 已經有幾大的轉變 他聽得出是一個預言 聽得出是 公義的審判 將會臨到一些 敵對耶穌華 敵對神的人身上 或者 他現在身處的耶路撒冷 即將可能面對 災難性的事情發生 因為這些歷史 又再重演 是的 猶太人不會不知道 歷史不斷不斷重演 欣賞每一個以真理 作為生活原則的人 他們不是不惜時務 而是選擇把生命的焦點 放在神的身上 學做女人衣服 漢見他的好 我們來到這裏 感覺上三節經文已經說完了 這集是否完結呢 但仍未看到他有什麼好 其實都挺難的 今天的三節經文 不是只集中在福音書 我們想一想 其實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節 給我們一些訊息 蛛絲馬跡 他記載西門是 阿里山大和老夫的父親 原來一記著 喀呂羅馬書十六章十三次的時候 是有提古的 不如我讀一讀這節的經文 給大家聽 是 charm 羅馬書十六章十三節 寶罗说的 游问在主蒙简选的老夫 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苏薇虽然三卷福音书 我们叫对观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 他都提到古里来人西门 但是我们对他所知很少 不过很奇怪 马福音补充了西门一些背景资料 他怎么称呼他 就是阿力山大和奴夫的父亲 对今天的读者朋友来说 这个背景没什么重要 不过这些资料对当时的读者来说 证明了古里来人西门 是他们所认识甚至熟悉的人物 说他后来都成为基督徒 因为我们和很多人都一样 都认为马可福音书的读者 写作的对象其实是罗马人 如果这样的话 这些小小的资料就很有意义了 为什么呢 首先早期的基督徒群体 如果对西门的两个儿子 不懂的 你说了我也不知道哪个 那马可为什么还要提他们的名字呢 所以其实这两个人在教会团体里面都挺出名的 大家都知道的 其次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都提到他们的名字 其中一个就是 老夫的弟兄 而且我再说多次 老夫的母亲等同保罗的母亲 这种关系是亲密到这样的程度 可想而知 小小的经文给我们知道 罗马教会里面的老夫 很可能就是为耶稣背十字架 西门的儿子 母亲可能也都在小阿西亚 或者巴勒斯坦帮助过保罗的 经文真的没有告诉我们 是不是一个证据 铁一般的证据 但是估计都应该是 因为很多解经家都是这样的推敲 换言之这样说 这个古利内人西门 我自己估他当年帮耶稣背那条还良的时候 应该就还不是基督徒 还不是门徒 不认识福音的一个普通男人 但是试过境迁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老婆 起码应该都是基督徒 而且他老婆和保罗的关系 还非常亲密 有时看圣经 看所谓 诸诗马迹 根据《马后福音》15章21节 西门的名字 家人那种记载 正因为他做了这件事 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就成为耶稣的门徒 他是全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人 应该是 应该就是了 因为他亲眼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 因为这样就认识了耶稣 甚至好像说 全家得救 甚至名字永水不流 去到几千年 我们今天还在查他的名字 还有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十六章十三节 我们都看到这句说话 我也想薯薇再读多次 让听众朋友记住这句说话 好 保罗这么说的 又问在主蒙简选的老夫 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蒙主简选 成为一个很特殊的记录图 特别提他的名字 我这么说保罗是一个非常高要求的人 动下就只赚人 给他赚得的都应该真的很好 还有他的母亲也受保罗推崇 视他如自己的母亲 所以我们肯定相信 这个西门一定在各个他山上 有了很不尋常的遭遇和改变 甚至另一种说法 再参考 回到《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节 我们看到里面有几个名字 出现在安提科教会 他们就是猜显保罗红巴拿巴 作首字传福音 去到外邦人的历史的传道记载 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尼杰的西面》 是的 西面是西门的另一个写法 是吗 我就是想为什么你无端介绍第三个人出来 而尼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皮肤黑黑的 我们先说西门在哪里来的 非洲 非洲北边来的 似乎有些人都说 他的肤色可能都是黑的 如果这样的话 当他走过各个他的路之后 他的心就与耶稣在一起了 可能由那时候开始成为基督徒 我们先说过了 日后被推举成为安提科教会的领袖 主动策划全福音给外邦人 可能就因为他受强迫背十字架 由思念福音和外邦人的关系 这个来自外邦地方的西门 因为从古利内来到耶路撒冷朝圣 受到一个不知名的罗马士兵 征用他帮耶稣背十字架 使他今天成为基督徒 哇 很神奇的 这个是参考我们 真的参考 其实《使徒行转》十三章一节 苏薇在准备的时候 的确有些解经家是同意这个说法的 就是说这个离结的西面 就是等同古利内人西门 不过我们都是那句 没有铁一般的事实 只是作参考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 罗马书的经文 已经可以告诉我们 最起码一件事 他们全家都信主 而且他的太太和保罗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刚才我都说了 Amazing Grace 真的很很厉害 如果当时 当年这个西门 不是出于好奇宝宝 看看什么事 可能就根本不会成就到 他全家人得救的这件事 你觉得西门 他会怎么形容 自己和耶稣基督的这一段相遇 你说呢 Oh amazing 应该不是出于巧合 更加不会是当年那种心情 你真的很黑仔 其实回望应该是觉得处处都是恩典 特别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他成为了教会里面一个领袖 之后还带领很多人信主 我想他自己回看一生 都会觉得是神的安排 耶稣基督是主动去找自己 不是我去找耶稣基督 你怎么看呢 思想一下 想一下西门和耶稣的相遇 是蒙上帝的连述和恩赵 我都是看回圣经你身后读的 比如路加方23章26节 记载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上面 除了那个被勉强来帮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之外 耶稣的门徒 我们身后提过 没有人在他身边 但是弟子给得一早走 不知道在哪里 方文书里面都没有记载 甚至有人说 其实他没有看到耶稣 最后一刻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最多限度 他应该感受到十字架的沉重 那条还量有多重 而在马方文第八章34节 耶稣曾经这样讲过 苏美你多读好吗 好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几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34节的经脈 在马方文第八章34节 耶稣是这样对众人和门徒所讲的 从字面来看 西门前往各各他的路上 他真真实实地写几背起 并跟从耶稣 三个动词都做了 写几背起和跟从 所以刚才一开始 我说他是教会历史上 第一个为耶稣背起十字架的人 因此我又觉得 他真的做到耶稣要求门徒去做的事 为耶稣的缘故背起了 交给他的十字架 不过这位古利利人西门 其实不是圈内人 不是当时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也不是经常跟着耶稣那帮门徒 因为当时也有很多人跟耶稣 一个圈外人 竟然是一个圈外人 为耶稣最后一段路程背上十字架 你说这个是不是多么恩宠 想都没想过 应该是最起码都十一个 由大不计 起码十一个其中一个 为什么是一个圈外的人 还有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有一节记载西门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在马可的主题里面 也有背着他的十字架 刚才我也有提过 背着十字架是跟随耶稣的意思 由此看来西门并不是只一个小角色 事实上他的名字被记录来 因为他所做这个动作 有很重要的关联就是背着十字架 所以我们在想西门背着十字架 之前可能从来没见过耶稣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不过马福音书里面 讲他有两个儿子 阿力山大和劳夫 已经是教会一个知名的人物 这个劳夫可能也是 罗马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人 我们经常读的 第三次读一次 由问在主蒙简选的劳夫 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到 西门因为被人强迫他 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并在十字架下 这个很可能他去到看耶稣 讲十字架 受感动信耶稣 回了家 带领他太太 儿子归主 所以全家人都很热性 也都得到教会和使徒的敬重 这个是不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真是恩典 因为那一天之后 没有画上一个句号 是逗号来的 延伸发生了很多 很奇妙的事 西门 你不要觉得他是被迫背 背一背 但是那个背一背 就意味着 以后这条路 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 是的 还有我自己另外一个感受 就是 当《马拉伯》27章 33节记载耶稣被带到 葛葛他 这十字架 而圣经里面特别说明 葛葛他翻出来是什么 毒楼地 毒楼地 其实呢 如果你有个以色列 或者看那些地图 其实呢 那个样子会死人的 头盖骨 很肉酸的 很恐怖的 里面空空洞洞 什么都没有 毒楼地本身 除了当时 罗马人 行刑的地方之外 也都被人的感觉 先来说 很恶忆 冷冰冰 冷冰冰 不过 在这个潮往 毒楼地的路程上面 福音书就记载了 耶稣不是一个人上路 哪怕 已经原门徒会出卖他 在赫西玛利园 祷告的时候 那种孤单 神与经历 彼得 三次不认耶稣 即使当下 在路上面 没有门徒 一个门徒都没有 只剩下婦女而已 是的 但是圣经这样 我们听 有古利来人 西门 什么 原路是跟着耶稣的 是的 还有我们也想到 十字架本来很羞辱 他是因着耶稣被钉死 成为荣耀的记号 所以作为耶稣的跟随者 我们会不会好像门徒那样呢 有误解也都不太明白 不过马克福音 若苏美你看圣经一开始开始 就透过旧约的引言 这样可以听 这个关乎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 那是从古到今 直着先言先圣 代代相传 直到今日 透过这一位 为耶稣背起十字架的跟随者 西门 值得我们思想 我们是否愿意 表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呢 将这个福音一直传开 直到耶稣基督 荣耀再回来呢 所以我自己想 我们背负十字架松明 不一定背着那块木 还有什么 我去哪里找一条顽良 还有十字架里面还有什么 疾病 一些很艰难的事工 或者是你痛失你的家人之外 或者是因为你信仰的缘故 受到很多的迫伯 其实都是那条顽良 所以当我们 凭信心 降起这些苦难 就可以令我们 去思想 引动我们思想 耶稣受的苦难 还有他在十字架上 所作的牺牲 正是因为 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价 使得我们 遇上帝和好 也都得着 神所持的力量 走这条信仰之路 整集苏微都用 鼓励内人 去形容西门 因为他真的 从这个地方 来到耶路撒冷 但真的要 加多一句的形容 就是刚才 林莫斯说的 他是背起十字架的跟从者 鼓励内人西门 又或者是 使徒行转的 离结的西门 但无论什么都好 怎么形容都好 其实他的生命 已经做了一个 非常美好的见证 一开始你看三节经文 你可能会觉得 他真的很黑 就是一条倒霉的路 倒霉的苦路 但我相信 跟我们一起 查考完今集的经文 你都会认同 究竟是一段倒霉的苦路 还是一条命定之路 反过来看一看 人生都是这样 反过来看一看 你才会发觉 原来不是我们去找福音 不是我们周围去找 耶稣 耶稣你在哪里 是耶稣主动 去寻找我们 寻找之后 并且揀选你和我 梁牧师 苏薇 和听节目的你 西门 他没有因为很多的不明 刚才牧师说 我们对耶稣基督 是不是很多误解 是不是很多不明白 甚至是其他人看来很倒霉的遭遇 而选择和福音拆肩而过 又或者埋怨 一路背一路伸 叫苦连天 他反而是捉紧这个被救赎的机会 将主的名传开 而最感恩最感恩 我觉得是一个人信主 很感恩 全家因为你一个人信主 更加是非常之感恩 多谢西门 因为他成为了一个无声的福音勇士 The cross